恭喜Per Se和Serrini拿到七七十大 第十位 你們第一次上七七的舞台 你們有甚麼感受 我其實現在還未知道我要感受些甚麼 對 我剛才真的有變空白 我唱了一些歌 都是啦 所有都覺得很快 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但是 很感謝上台 剛剛三次來獎我們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不會太跟潮流做事 自己喜歡做甚麼 這次和Serrini一齊 其實都是一個很實驗性的一首歌 所以很感謝你 我覺得 因為我剛才演出完 然後走到後台 聽到有個很特別的歌曲 然後我剛才聽到很特別 突然我就拿著他在後面爬 所以我現在驚雲未靈 我怕怕點的時候就不會唱錯歌詞 剛才是 我昨晚真的在問他 所以我說其實如果我feature過的歌 要不需要唱的 然後他說當然要 那我就很緊張 但我還是沒有運 不要緊 你們剛才的表演都很好看 那粉水糖果這首歌 對你們2020年有甚麼意義 我覺得這首歌是 即使我們好像開了眼睛 第一次是跟人們有feature 之前都是跟人們一起合作作詞 那他其實是原來做feature 也挺有趣 還有好像可以多一隻角色去 去唱那個故事 那你們剛才都說到 第一次跟Sarini合作 會不會接下來的作品 都很想找多些不同單位 或者繼續跟Sarini一起合作 他第一次給我一個角色 其實之前我會填詞人 但是這次第一次是 他就叫我做巫婆 一開始 那作為填詞人很好 就是我們可以自由地把角色變 我就把自己變成一個好人 是 是 其實第一次找Sarini唱 我們找她的時候 都是覺得 你可不可以做巫婆 但是她都答應 我們把那些視頻做一個很正確的事情 其實如果將來想到一些 對再合作的 我想我們都一定會再合作 那最後就是 有甚麼想跟支持你們的樂迷說 多謝你們 我們好像做英文也好 做廣東話也好 做自己想說的題材 甚麼都好 你們都支持 多謝你們 你代表了Per se 是嗎 我沒有 因為我多喝點水 沒甚麼特別的了 好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做到 你們喜歡的音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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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